马来西亚9岁小女孩和哥哥外出买糕点 不料竟在遭到8名男子侵犯后与命 警方悬赏2万令吉捉拿凶手 却始终没有凶手的下落 最后 其父母甚至打算把女儿变成红衣厉鬼 让他自己回来找凶手复仇 因为巨额钱财的诱惑 有人跳出来承认自己是凶手后 却又再度否认 过了37年 这桩案件仍然石沉大海 这桩案件真的太让人难过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曾轰动马来西亚的红美丰案 1987年4月12日上午 马来西亚吉隆坡市警察局 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的人说他叫红成富 家住吉隆坡市北部的医保路 他的小女儿红美丰今天早晨失踪了 红家人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遇害了 说到小美丰遇害这里时 红成富的声音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他说他的女儿死得很惨 他们在一栋废屋发现小美丰时 他瞪着双眼倒在血泊中 全身的衣服都没有了 就那样躺在脏屋而冰冷的地面上 电话那头的红成富说着说着 就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他说美丰还那么小 他才9岁 为什么会有人连一个9岁的小孩都不放过 他恳求警官一定要抓住犯人 一定要为小美丰报仇 听了红成富的哭诉 警官也不禁为小美丰的遭遇感到唏嘘 于是他们赶忙出发 迅速到达了红成富说的那栋破屋 到达现场后 警方发现 小美丰的遇害时的状况 比红成富描述的还要惨烈 现场到处都是残留的血迹 可怜的女孩脖子上缠绕着电线 身上到处都是淤青和被人侵犯过的痕迹 他的私处被人插了一根26公分的粗糙木棍 这个木棍贯穿了小美丰的心脏 将小美丰的遗体带回警局后 次日法医对小美丰进行了尸检 触目惊心的现场配合法医的尸检报告 揭开了小美丰死亡的真相 报告显示 在短时间内他被多人侵犯 经过识别 他的身上至少有八个成年人的牙齿痕迹 分别在他的颈部 下体 胸部以及身体的部位 这表明曾有八个猪狗不如的魔鬼 仗着自己成年人的体力 对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女孩 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侵犯 看到警方出具结果的那一刻 小美丰的妈妈 38岁的杨秀卿 哭晕在了警局 小美丰的爸爸红成妇 更是面带愤怒 试图自己带着武器 冲出警局 找到残害女儿的凶手 小美丰的哥哥洪耀天 更是在一旁哭着说 都怪他去上了厕所 要是他没有去上厕所 妹妹就不会死 看到现场晕倒的母亲 和激动的父亲 警方明白 在他们两人嘴里 是问不出小美丰失踪前发生的事了 于是 他们将询问的对象 转到了一旁哭泣的红耀天 10岁的小孩子已经济世了 而且哭泣的小孩 肯定比情绪激动得大人嚎哄 警方派出了一名 长相和善的女警出面安慰 果然 不一会儿女警就安慰好了哭泣的耀天 在女警问他妹妹失踪前 他们做了什么事 耀天回忆道 今天早上8点 他和妹妹每逢早早就起了床 洗漱完之后就出门了 因为他们要一起去附近的档口买糕点 由于周围都是熟人 附近也经常有小孩独自或者结伴游荡 这么多年也没出过什么事 所以红父红母倒也放心地 让两兄妹出了门 兄妹俩到了卖糕点的地方之后 却发现档口没营业 于是两人就打算去附近的巴沙逛一逛 走了一会儿之后 哥哥红耀天突然感到肚子痛 临走前 哥哥吩咐小美凤在原地等他 说自己十分钟之后就会回来 说完着急的哥哥就赶忙跑回了家上厕所 十分钟后 红耀天回到原地找妹妹 却发现妹妹已经不见了踪影 看到妹妹不见了 红耀天连忙跑回家通知父母 从儿子红耀天嘴里得知这个消息后 红家父母几乎不敢相信 他们了解女儿 他一向乖巧听话 哥哥叫他站在原地等 他是绝对不会乱跑的 现在他不见了 肯定是出事了 于是红家立马全家出洞寻找小美凤 一些邻居听到动静后 也出来帮忙找人 大家满大街喊着美凤的名字 分头寻找他的踪迹 两个小时过去了 小美凤没有任何消息 所有人的心都量了半截 都认为小美凤已经凶多吉少 红家父母也知道 找到女儿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 依旧在寻找女儿的下落 就在这时 小美凤失踪三个小时后 大家在附近一间废屋内 找到了失踪的小美凤 推开废屋的大门后 眼前出现的小美凤被害的一幕 让大家都震惊心痛不已 听完洪耀天的讲述 警方开始怀疑 会不会是熟人下的手 因为只有熟人才会在短短10分钟内就拐走小美凤 于是警方开始排查周围的人 在根据调查及所搜获的证据 警方认为谋害小美凤的凶手中 可能有讲泰米尔语的原住民 经过一番排查 最终警方艰难锁定了三名嫌疑人 这三人都是有犯罪记录的本地人 其中一个讲泰米尔语 另外两个都是红家肉骨茶店的常客 为了确定这三人到底是不是凶手 警方请牙医根据小美凤身上的牙印 制作了凶手的牙齿模具 与几名嫌疑人的牙齿形状做对比 却都并不符合 再加上当年没有DNA检测 所以警方只能将三人无罪释放 1987年的吉隆坡市 监控还没有出现 这桩案子也没有目击证人 所以整整五个月 案件没有任何进展 警方为了能尽快将凶手绳之于法 曾经悬赏1万令吉的赏金 给提供情报的民众 这桩案件轰动了整个马来西亚 许多民众可怜小美凤 他们在红美凤论坛发起了纠察行动 自发举办了许多意卖活动 仇慕激凶的悬赏金 让原本1万令吉的赏金 被提高到了2万令吉 甚至还有一名老渔夫 也愿意出高价聘请巫师 为红美凤寻找凶手 尽管许多人都在努力帮助 吉隆坡警方寻找凶手 但案件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箭一直都抓不到凶手 绝望的红家父母 甚至想到了利用鬼神的力量 帮女儿复仇 相传在马来西亚 如果死者生前是被人害死的 让死者穿上红衣下葬 就能加深死者的怨气 从而变成厉鬼 然后就可以找到 谋害他的人进行报复 但最后 在大家的劝说下 红家父母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希望能早日抓到凶手 但他们更希望 枉死的女儿可以早日安息 就在警方一直为寻找凶手发愁时 马来西亚当地某报馆 却在连续一个月内 收到了三封 自称是谋害小美凤的凶手寄来的信 信件的字迹特意写得歪歪扭扭 明显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前两封信件里 凶手表达了他的忏悔之意 说他跟朋友是因为服用了违禁品之后 在不知觉的情况下 谋害了小美凤 除了小美凤之外 还有许多无辜的小孩 也隐命在他们的授予之下 凶手还说警方在案发现场调查时 他也在旁边观看 当时他想过自首 但想到家里的妻儿和年迈的父母 再加上害怕他就没有自首 在最后一封信里 凶手声称只要给他30万安家费 让他用这笔钱安顿好了他的父母妻儿之后 他就会现身自首 要是不给他这30万 他就会让此案永远成为悬案 除此之外 他还威胁警方 不给这笔钱 他就会顾忌重施 去侵害更多的人 但没过多久 警方内部还没商量好 怎么处理这件事实 该名所谓的凶手 却用英语发信给多家报馆 澄清之前发给某报馆的信函 都是纯属虚构 动机就是因为 不满当时某报馆三番五次的 炒作《红美丰》命案 在这之后 关于这桩命案就没有更多的线索出现了 经过《小美丰》这件事后 许多当地的家长 都十分忧心自己儿女的安全 他们不让自己的儿女独自外出 不管再忙 都尽可能亲自接送孩子上下课 久而久之 这桩案件就被搁置了起来 为了避免触景伤情 红美丰的家人搬离了原先的地方 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小美丰 小美丰的父母日夜期盼警方可以破案 让爱女得以沉渊昭雪 哥哥洪耀天更是对当年的事耿耿于怀 此后几年 他一直把自己埋入自责的情绪中 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 洪耀天22岁那年就因为肝病去世了 如今 距离小美丰遇害已经过去37年了 警方当年悬赏缉拿凶手的 5万令吉赏金至今无人领取 当年那所谓写信的凶手 警方根本追查不到他的身份 而且真凶到底是不是他也无从得知 也就是说凶手至今依然逍遥法外 案件石沉大海 这桩案件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的无头公案之一 在这起性质恶劣的案件 背后牵涉到了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话题 那就是关于儿童的犯罪 多年来 各国人们对这个话题牵涉到的犯罪 都是持讳莫如深和深恶痛绝的态度 但其中有一个案件 他让这个问题开始被摆在明面上讨论 开始被各国政府高度重视 这起案件就是韩国电影溯源的原型 纳英案 2008年 在韩国经济道安山市 当地居民赵斗纯拦住了独自上学的小学女生纳英 他把纳英拖到公共厕所里实施恶行 当人们找到小纳英时 他已经饱受折磨 命悬一线 然而遭受这一切的时候 小纳英才八岁 但这个犯下如此重罪 掀起韩国社会公愤的罪犯 却因为所谓酒后精神不稳的借口 只被判了12年 服刑期间 赵斗纯的心理测试结果显示 出狱后再犯的可能性极高 自2017年以来 韩国有超80万人向青瓦台请愿 要求别把他放出来 但赵斗纯依旧于2020年12月31日出了狱 出狱之后 他就跟妻子一起 向居住地安山市政府申请了贫困补助 随着资格审查的通过 赵斗纯夫妇从2021年1月末开始 得到了30万韩元的基础养老金 62万余韩元的两人标准生活补助 以及26万余韩元的居住津贴等 每月120万韩元左右的福利津贴 而可怜的奈英 现在的他才24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纪 却因为当年那场侵害 他和他的家人不得不几度搬家 但每一次搬家 赵斗纯的妻子都阴魂不散地跟着他们 他们每搬到一个地方 赵斗纯的妻子就会搬到离他们新家不足一公里的地方 当记者询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 他冷漠地回答说不关记者的事 他根本就不关心奈英一家 他甚至到现在仍然相信赵斗纯是无辜的 一切都是酒精惹的祸 当年在韩国众多民众的游行抗议 以及海内外舆论共同作用下 当时的总统李明博当众下跪道歉 在奈英案的推进下 韩国将儿童侵犯罪的最高刑期 从15年提高到30年 最后到50年 2012年 韩国国会通过性侵儿童惯犯化学阉割法案 成为亚洲首个实行化学阉割的国家 但因为法不诉及过往原则 已经判刑的赵斗纯 他的量刑已经无法更改 纵观全世界 儿童被侵犯是很多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无论国界和年龄 奈英案从未停止 像这样的问题一直存在 一个赵斗纯被关进了监狱 千千万万的后来者却毫无畏惧 以身试法 悲哀的是 或许对于家长来说 能做的就是不要让孩子单独外出 同时保护远离身边熟人的伤害 小编也希望 各个国家能出台 更加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法律 让这些残害儿童的社会渣子 受到应有的惩罚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离奇案件 平百味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